那我們是從這個大體上講 我們做很久 在1997年開始 那個我們的李振元院士 就是我們以前臺大研究院院士 也是我們臺大醫學院的院長 他就帶著我們去WHO WHO開會的時候 我們叫WHA好了 這是世界衛生大會 在日內瓦 他帶著我們 那時候我們成立了台灣一屆聯盟 所以我們那時候很多立委跟我們一起去 那一次有兩百多個臺灣人在那邊 拿布條說我們臺灣要進入WHO WHO需要臺灣 我們去先打這個 從那時候每一年都有 那我後來也做了臺灣聯絡國協進會的理事長 那我們從那時候 李振元院士帶著我們走 我已經去過十幾次了 日內瓦 每一年都去 幾乎每一年都去 你WHA開會 然後我們就去表達我們的立場 然後他們就非常打壓我們 會長打壓 最後是連你接近都要給你這個 找茶嘛 對不對 一開始 我們還有五個人進去 那後來我們很多人都用那種我們的護照 什麼進去 後來慢慢不能用護照進去 到越來以後 就不讓我們用我們的名義進去 用雙證件才能進去 後來用雙證件 那有一次啟動器 還好笑 我們拿著護照出來 他們就罵他們說不能進去 他們就 結果後來有的人拿 賤保 賤保卡 賤保卡 這真的可以進去 上任之後是最誇張 我們進不去 那我們自己在外面可不可以 也不可以 在外面那個河道那個公園那邊 對 穿著這邊有臺灣的字 他還叫你偷起來 不是 他就叫那個比利時警察到現場 叫你脫衣服 男女都要脫 女生他也叫你脫 極盡羞辱 因為我們那裡 折磨之難事 你問那個Geneva的警察 為什麼讓他說 WHO 譚德塞他們要求的 當然WHO從以前 你還好意思寫十三點 說他這幾年來對我們有多好 那個十三點都事事而非 事實上這個外交部已經有很明確地跟他回答說 事實上我們有一百八十三的 八十七場的WHO的技術會議 他說你們可以參加 我們就說我們要去參加 結果呢 偷偷拉拉 常常是跟我們說可以去的時候 已經已經開完會了 結果這個光是兩千零九年到兩千零一十九年 只有五十七場 我們申請一百八十七場 WHO的技術性會議 每一次申請時間很長 被距離高達七成 沒有錯 只受邀參加五十七場 WHO也沒有告知拒絕的原因 就是極盡他這個 虧待你之能事 沒有錯 因為我們在WHO他們把他當成我們是台灣 但是因為在馬英九做總統的時候 我們同意變成台灣 才給我們去當成觀察員 進去參加WHO的大會 對 結果我們就是不喜歡 以前我們前任總統執政說 我們已經去十幾次了 我們為什麼都不能進去 因為我們不願意變成台灣 那時候所以他們把寫這個意思就是說 台灣屬於中國的一部分 所以為什麼他們把這個推給那個聯絡國 聯絡國說要會員國才可以 你們不是啊 你們是台灣 才是會員國啊 所以這點很糟糕 所以那時候我記得我去跟蘇貞昌 我們現在行政院長 那時候我跟他去這個加拿大 我們去跟喬巴講 他講一個什麼 我們台灣是要入連 我們不是要緩連 因為要緩連就要回去聯絡國 就是說我們被趕出來 我們要回去 他說這樣等於是要把中華人民共和國趕掉 由我們回去 這怎麼可能 說我們是要入連 也就是說我們是要自己搬一個椅子進去 不是要把那個椅子趕掉 大概是這樣子 大家看一下那個世衛組織發生過 他的十三個聲明裡面 有很多個部分根本就是說謊 那裡面很簡單 你去問醫界 那醫生都沒有政治立場的 他說讓我們參加的不到百分之三十 那怎麼參加呢 今天通知叫你明天早上到義大利 同意我們參加已經不到百分之三十 那百分之七十那個重要的 中國說不可以就不可以 那有一些真的用得到台灣專長的 要叫我們去的 好多場 李秉穎就有啊 你就問那李秉穎醫師 他就你現在晚上通知我 叫我明天早上到義大利開會 我用飛的也來不及 不是好認真嗎 是好認真嗎 你還是好認真嗎